在上海市的版图上 卢湾区处于中兴城区 土地面积7.5平方公里 人口43万 卢湾区有着良好的文化背景 区域内众多的文化科学事业单位 迎接着各路专家、学者 著名的中山故居 中共一大会址 州公馆、韬奋纪念馆等人文景观 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 和无数人人志士 为拯救中华民族而不懈斗争的光辉业绩 许多文化名人居住于此 明波天下 区内的龟桥和桥卷 同海外有着广泛的联系 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体育健儿 活跃于世界体坛 平平地摘下世界冠军的桂冠 卢湾区经济繁荣 文明侠尔的商业街 淮海中路贯穿东西 三百多家名客商店 展示人们最新的物质消费水平 同时 它还具备了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 众多对外开放的高级宾馆 邻里于它的西部地区 卢湾区交通便捷 岳江隧道南普大桥一号线 是沟通湖东开发区的康曲大道 建设中的上海地铁一号线 将在淮海中路卢湾区内建设两个车站 这将成为上海客流的重要集散地 改革开放以来 卢湾区的经济获得了发展 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十多年来 为改善居民住宅条件 卢湾区新建住宅一百多万平方米 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居民们告别棚库 建屋 搬进新居 并形成了立园小区等环境良好的居民住宅区 居民库迎合在刚才哥产生的一个历史上干 感谢观看 十多年来,卢湾区财贸的发展更引人注目 营业收入从1978年的4亿2700多万元 发展到1991年的27亿1900多万元 十多年来,卢湾区的集体工业也有长足进步 发展形成了卢海鸥电器厂、沃森矿山机械厂、双爱电器总厂、春雷电信厂、爱丽丝工艺玩具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 他们的产品海鸥牌厨房冰箱、双爱电器、鳄鱼牌矿山设备、长毛绒玩具等在当今市场享有盛誉 区集管局年产值从1978年的1185万元发展到1991年的29亿2600多万元 然而,历史发展越来越明确地告诉人们 卢湾区经济命脉所计的淮海中路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不如困境 地下设施陈旧,商业用电匮乏,营业面积局促狭小 居民住宅和商店想掺杂 正当淮海路做冲幼突寻找出路的时候 历史给了他一次改造正新的契机 上海地铁一号线将穿越淮海路最精华的地段 长熟路、陕西路、黄堤南路将新建地铁出路站 为了把卢湾区建设成为现代化新城区 中共卢湾区委、区人民政府提出了 卢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设想 1992年2月10日 市民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中 上海地铁一号线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 温明侠尔的商业街淮海路全面封路 打装机、挖掘机、推土机向这里开进 撞机声、轰鸣声 震落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移民十分的宁静 优优独播剧场——YK 上千明镜 从繁华的街市前往开发仪式的浦东 每天七十万人次的购物人流不得不另批七斤 公交车辆不得不绕道而行 但人们没有怨言 他们期盼着新生的淮海路 他们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涌动于内心的喜悦 根据规划 九十年代淮海中路商业街改造的目标是 使淮海中路成为总体布局合理 经营规模协调 购物环境高雅 行销机制灵活 销售方式先进 以商业饮食服务业 文化娱乐业为主 兼备旅游金融科技信息和国际商务贸易功能的 第一流的商业中心街 这一规划 得到了中央和市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肩而毫不逊色 这就是规划实施淮海中路商业街改造的起点 在淮海中路原有建筑风貌 多种文化背景建筑风格错落有致的基础上 将耸立起一座座现代气派的商业 金融文化娱乐大厦 从东头一踏上淮海中路 首先闯进市县的是坐落于西藏南路口的一幢 高18层的商业交易市场大厦 建筑面积为28500平方米 这里将向全市全国开放 形成一个巨大的招商市场 发展成批发和交易的中心 和它遥相呼应的 是望重路口两幢高31层28层的淮海大厦 这两幢现以结构风里的大楼 通体洁白 犹如翘然顾叛的婷婷女子 它的辅助结构 六层的淮海商场 环绕拱拥 恰似主楼的花裙 这将是一座真正的现代化的商城 由此继续西行至黄蹄路口 这里是地铁一号县的一个出入站口 巨大的客流量将在这里浅路涌出 花红流绿的人群将形成美不慎收的风景线 在这个地块上将总力气一状高24层的综合性大楼 占地面积为8400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59323平方米 该大楼的群房用作商场 餐厅和文化娱乐场所 高层部分为中高档里馆用房 这里是将人们引入淮海路纵生地带的桥头堡 从这里开始到国际购物中心 富丽华大酒家 陕西路地铁站口商业大厦 人们渐入佳境 繁花市井是这里明白而热烈的主题 据这里仅两条横马路的国际购物中心 现已结构封顶 如果说淮海大厦是亭云立的少女 那么这座高16层 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为38546平方米的大厦 是名副其实的 由现代化商品堆砌起来的豪华山岳 这里的外墙 采用有铺索迷离效果的蓝色镜面玻璃木墙 主楼呈不对称 不等高双塔形 有瑞京路口24层高的富丽华大酒家 在往西行至陕西路口 在长两公里的淮海重路的另一端点 高耸着景江宾馆 新景江宾馆 瑞京宾馆的区域 是地铁一号线的另一站口 同黄蹄路站口一样 这里将是花团景促的所在 根据上海市区总体规划要求 这里将建造一幢高12层的商业大楼 高级服装 百货 工艺精品 中细餐饮将是这里的主业 创会将是这里的主要命题 在新建商业大厦的同时 淮海路原有商业网点 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造 为了实施这一改造 居民们从繁华的闹市 迁往边缘地区 五十多家商店被撤网兼并 经过改造 淮海路商业企业将形成适度经营规模 行业分布也将更趋合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商店都将重新装修改建 商店在进行立面设计时 充分考虑到保存原建筑凝重端庄的风貌 成功地还其高雅气质 而在